跟研考会的副主任委员 请 实验部长 还有研考会 在副主任委员 廖委员你好 首先今天谈到我们经济部的组织规程 那我同意 刚刚吴宜珍委员所提到的 我们整个的 组织规程啊没有办法 配合我们未来的 经济的发展的策略 跟我们低碳家园的 一个 一个艳想 艳望 所以等一下我会再来提这个问题 那首先 我也针对部长 总统提到 要一个月里面 要让人民有感 改善 刚刚我听到你所讲到的 所从出口啊 从三方面去努力 这个在一个月之内能够改善吗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事实上我们拼出口 当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从今年年到现在 经济部就把促进出口当 重点在推动 当然不同阶段 力道不一样 事实上在下半年 你很简单 因为我时间 很简单 你能不能拼出二十 这个三十天之内让人民有感 出口的工作 政府两个大工作 一个是到海外去拿订单 第二是把买主请到国内来 来国内下单 从过期到现在都要做的 力道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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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也不同 我是这样的解读 第一 马总统当然心里急了 所以给大家一个压力 其免大家一起来努力 这是从好的方面来看 从不好的方面来看 就留下查看 一个月之内 这些大概都要被换掉 你知道吗 我们从两个解读 一个解读就是说 总统真的看到整个经济不好 人民的反应感受不好 所以要求我们所有的相干部会 拿出你的吃奶的力量 全力来打拼 能不能提出最有简洁 而有效的方法 可是我刚才听你讲 真的没有听到一个 很好的有感的那个措施 第二个 部长 这个就是总统在暗示了 一个月后 我大概就要换人了 你知道吗 了解 好 请问今天经济部出席的官员 你们有看过谢国中 天下杂志出的 在今年2012年1月初的 下一个全球经济预言的人 几手 没有一个人看到这本书啊 所以难怪部长 这个谢国中先生是亚洲经济的预言家 他做的经济分析 他早就已经讲过了 早就已经讲过 未来十年 是一个物价大涨 薪水部长的一个停滞性的通货膨胀 就诚如刚才部长所讲的 这是一个全球经济困境的一个时代 这个比2008年 美国的金融那个机构倒掉还要严峻 当初美国经济破产 只是一个美国而已 现在不是 现在还加上什么欧灾的问题 对不对 再加上中国大陆整个的泡沫化的问题 当然我们台湾会受到影响嘛 所以我跟部长报告 当马总统讲说一个月要改善 我非常非常的紧张 我很早很早就已经跟 总统我的秘书长讲过一句话 我拜托我们总统 拜托行政院长 拜托所有相关的人员 都看一些经济文献的书 你看了那些书 你就会知道全世界真的是 请问部长 大前言一 前两天的发表的言论 你看了没 我从媒体有看到一部分 他怎么讲 他只要提到整个全球情况 看起来并不是很好 对嘛 所有大量都看得出来 怎么会去提出一个月呢 不可能嘛 如果能够提出一个月 这一个月有效的话 部长我相信你早就提出来了 对不对 当然总统对我们的期许 我们一定要努力 所以 我是替你捏一把冷 你这么优秀 我很担心 一个月拿不出成绩来 人民没有赶就下台了 这么好的人才又被糟蹋了 不是啊 你看他谢国中 在今年一夜就已经肯定讲说 美国一定会发行QE3 他早就已经预言了 为什么 因为QE3就是印钞票 为什么要印钞票 就是已经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已失失灵了嘛 这是最廉价的功绩嘛 你有没有看过大陆有一个学者 宋宏斌写的一个货币战争 这个名称我听过 内容没有仔细翻过 你们都没有去看那些 全世界红狂的一本书你都没有看 在座的经济部官 有没有看到宋宏斌写的货币战争 几首也没人看过 你们这样的团队 这样的有名的书 连我这么 被民主书这么辛苦的人 我都要去看那本书啊 为什么 因为美国从向来都是这样子嘛 就是采取货币战争嘛 所以最近流行一个计划 美国在生病 中国在吃药 是不是 所以部长 我要跟你讲 真的世界经济情况非常严重 老百姓你知道我们的辅助 我们所有的委员 今天接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业 拜托帮我找工作 没有工作错 不过跟委员报告一下 当然这是政府该去检讨的地方 台湾有非常严重的 整个就业结构的问题 这委员也清楚在那边 所以 一旁边切工很严重 另外一旁边有些人找不到工作 这是台湾的一个结构性 我简单的结论 我发现经济部长 师部长 你能力很强 但是你没有魄力 没有魄力 就没有效力 没有效力 就没有动力 没有动力 就没有生产力 没有生产力 老百姓就 挨揚碰 可怜 部长 你要有这样的心情 我知道 你是一个菩萨心肠的人 我们真的看到所有的人 我们每次回去 第一个是找就业 第二个是跟你讲什么 你知道吗 不是啊 物价大涨啊 东西都在涨啊 日子很难过啊 所以部长 不过请说 真的 我们看了以后 今天我报章杂志看了以后 哎呀 我自己让我一个振奋的消息出来了 什么振奋的消息 总算我航空城 有一个大企业 要发两百亿 来做outlet 对不对 已经得标了 这样这样子有感的 所以部长 我再请问你 国光实话 当总统喊停的时候 你心里是不是在堂血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假设简单 不让委员太多时间 国光实话 当我们知道 整个的国光 还品的小组 提出来的 结论 根本没办法执行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跟院长 跟总统报告 这个结论是没办法执行的 我们心中 部长 非常非常沉重 部长 这就是沟通的问题 李明博为了把 汉成的那个 首尔式的那个清晰 把它清除掉 他召开多少说明会 都去人民沟通多少次 你们呢 你知道国光实话 对我们所有的产业 所有的投资者 部长 我当时看到一个文献 我是在痛心的不得了 要哭出来啊 我们外人投资 全世界只赢一个北韩 不是 我跟文献报告 全数倒数第二名 全球倒数第二名 我看到了这样的经济文献啊 我心里在堂写 我跟文献报告 那是单一年 那一年刚好有四大的案子的 外商载台 获利了结 撤出去 我跟文献报告 我一定很熟悉这些公司 一个是无线 一个是电视的 有线电视的公司 哪一家你就知道了 第二是 大家熟悉的保险公司 是刚好几家公司 在那个年度 凑巧 他把获利 因为美国本身发生的问题 撤回去 所以造成那一年的 单一年的 金额 就你刚刚讲的 金额是 净流出 但是就 一段时间来看的话 我们累积的 外人投资金额 还是在成长动态 但那年是个特殊一年 跟文献报告一下 不是 我真的很少看到 我们今天有一个什么 重大的投资案的先复 没有 没有投资就没有就业嘛 没有就业手都就不会提高嘛 对不对 当然我会看到电视说 哎呀很奇怪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经济不景气 出国的人数还是这么多 这个很矛盾 是不是 但是部长 你要知道 所有的经济文献都已经讲过了 从1930年的经济萧条 几年才恢复 我那时间很长的 要15年 对不对 所以2008年再15年 要到几年 2023年了 所以我们还有很长的 痛苦的日子要过了 所以因此 我上次不是讲到吗 干脆把郭台铭搬出来好了 来领导我们好了 对不对 部长 我们真的拜托你 要体察民意 要真的好好的改进了 所以最后 谢谢 我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 刚刚所讲的气候变迁的问题 那个 研考会副主委 我觉得 全世界都在节能减碳 都是在低碳家园 低碳设计 为什么我们不能成立一个 这样的一个组织 好好推动全国 我根据环保署的规定 按照IEA跟IPCC的估计 如果我们大家提升农员的效率 然后大家来节能减碳的话 我们可以减少我们农员的支出 大概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 部长 我们一年的燃料 从国外进口的燃料成本大概多少 我们假设只看油 大概将近八千亿台币以上 一兆差不多 就说八千亿以上 对不对 我刚刚讲只有油跟天然气 不包括煤 所以将近一兆 如果说能够像刚才的 IEA跟IPCC所做的研究报告 可以节省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的话 一年可以减少三千亿到五千亿的 这个外汇的支出 而且还可以赞成GMP呢 提高到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 然后我们节省的这个支出 我们再去扩充这个农员的效率的提升的话 又可以增加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的GMP 加起来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十 这么重要的研砍位 为什么我们不能单独为了因应这样的一个政策 好好成立一个部位 好好来把这个环保署的 这个环境资源部的啦 或是经济部啊 这些把它统合起来 部长我再请教你 现在财政部长是要扣农员税 其实财政部长哪里有那个能力 农员政策谁在管 目前能源税那么的制定机关 因为是税嘛 所以是财政部在主管没有错 但是呢 经济部在整个行建讨论过程里面 提供了很多的意见 我们觉得该怎么做 对产业界有什么样的影响 一定要注意这些事情 我们都有跟财政部在充分的过程 那我请问你一下 我们现在要扣农员税 我们经济部对这个相关的测试 那个气候变迁法啦 或是等等的法 我们现在准备好了吗 我跟文报一下 那个有一个温制器减量划 这环保署已经送到立法院来了 这温制器减量法 这些部已经送过来了 年税法刚刚提过 目前还没有提出来 所以在经济部的立场 将来这个扣农员税 对我们产业更加影响的时候 你们没有意见 没有不是 所以我刚刚讲过 只有充分的讨论 其中举个例子跟我们报告一下 能源 原料不用没 当原料 我们觉得不应该扣能源税 那其实要扣 也应该渐进式 不要一下先到位 要逐步慢慢来在那边 我具体的第一个建议刚才所讲的 第二个具体建议 就是我所讲到的 马上 因为我自己当过亚化的董事长 我知道 我们在大陆经营非常的困难 我上次已经讲过了 税差百分之二十 大陆税比我们多二十 对不对 建幣率比我们少百分之三十 银行利息 比我们多百分之六 明天停电就停电 礼拜二礼拜五要停电 然后随时又停电 人工成本又增加 台商都很想回来 大家都很想回来 是不是 但是你有什么 没有 所以这边 院长那天也特别提到 有几个措施之一 其中一个就是 要赶快定出一些 能够让台商回流 比较愿意回来 那些优惠的条件 包括外导的配比的问题 或是一些租税的条件 能不能定得出来 目前金经委正在会懂经济部 已经多久了 我跟部长报发 我批的院长到 到关于工业期 工业期就跟他讲 外劳 我那个衣服是 全世界最先进的衣服 不怕下雨 冬天一吹一口吹一 等着就暖和了 但是我去看了工作环境 都是冷气房 都很干净 找不到人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已经两三个月了 也没有解决 外劳的配比 经过经济部跟工会的 大家共同争取之后 礼拜一 老会开过外劳配比的 一个协调会 里面对若干的产业 已经会做放宽了 部长我刚才讲的 没有破例就没有效力 现在今天存在的 就是我们整个行政团队的效力 真是差 你知道吗 大家现在在骂王建仙 可是你们要看 王建仙院长讲的 其中有一句话 政府官员的官僚 你看到那句话没有 我看到了 对啊 但是我深深的感觉 我们现在去 譬如我在讲 我会针对历史记录 我们今天再讲 我一直提醒部长 关塘港的问题是很严重的 大潭店长是很严重的 为什么 因为书记馆在苗栗那边 已经没有附着的地方 已经那海淡已经摊下来了 一直在告诉你们 对不对 你们就讲说 这个一大堆理由 今天我可以跟部长讲 包含所有中油 所有经济部 做这个决策的人 将来只要有一天 苗栗那个书记馆那边 没有办法书记过来 倒掉没有办法过来 全部的人要对历史负责 要全部要下台 到时候大潭店长 没有书记馆来的时候 包含部长 包含所有的 决策的人 全部要给我下来 好不好 谢谢 我已经提醒你们 这么严重的问题 这个重大的课题 赶快你请那个 譬如现在政府没有钱 你可以请台数其他人来投资 我料正经不会去投资 不会去说我已经暴力了 但是我已经提醒你 已经有风险性了 而且那个管理的成本很高了 你们答复的是五四三的理由 那我现在正式留下记录 将来如果大潭因为输气管台中的输气管过来 再发生三残两残 输气有问题的话 大潭没有办法发电的话 为经济部首属机关 全部给我负责 我先告诉你 我们一定会做各种的安排 让这种事情会发生 我多懂你的意思 投资不投资我不所谓 但是我已经告诉你有这样的风险性 你们还给我答复那个什么理由 对不对 将来为你们试问 好不好 好